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说了云城红头半边天的黎元明灵杨安宁身边不乏出身豪门的群下之臣 但却为独队出了名杀法很绝的帅府二少爷贺行周大献殷勤 甚至在一次混乱中毫不犹豫地为其挡刀 让贺行周对杨安宁有了兴趣 没过多久 杨安宁便如愿嫁给了贺行周 成为了帅府的二少奶奶 然而嫁入帅府的杨安宁并不是为了过上紧一玉石的生活 而是另有目的 原来当年杨安宁的师兄被贺行周的大哥所杀 杨安宁处心积虑嫁给贺行周 不过是想借贺行周之手为自己的师兄报仇 只是一步步对杨安宁情根深重的贺行周不知道 其实这一切都是杨安宁设下的局 而千算万算的杨安宁怎么也没算到 自己会真的爱上贺行周 那么得知真相的贺行周又将如何面对杨安宁呢 风月无边将于4月第5月初在腾讯上线 记得订阅我们获得更多新剧开播消息哦